去年ORANGE在微软Exchange挖到RCE漏洞之后 今年更将目标转移至IIS的研究 今天将介绍25年前 微软为了避免HashCollision的攻击 始作了动态杂臭演算法 并始作在IIS中 然而这个Hash演算法真的没问题吗 这场议程ORANGE将会带来 它透过逆向工程 深入研究动态杂臭演算法后 达成了高CPU的DOS 以及Authentication Bypass等攻击 让我们赞生欢迎ORANGE带来演讲 嗨 大家好 那不知道大家 今年是第几次参加HitCon 那我自己本身今年是第14年参加HitCon 然后这个是我第10次在HitCon演讲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里程碑 谢谢 好 那我们回到主题 那我是ORANGE 这次的演讲是Last Dance in the Cache 后面很长一串这样子 那这也是我今年在Blackhead跟DevCon的一场演讲 那首先给大家一个下马威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用一个非常长的密码给保护住 你在不知道这个密码的状况下 你绝对没有办法登陆这个非常安全的这个网站 但是啊 在IIS的设计下 这里所有的密码都可以登陆成功 哈 哈 对 刚才我听到有人说哈 没错 就是哈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会展示的一个demo 那我们也会告诉你它的成因 好 大家好 我是ORANGE 那我目前在DevCon擔任首席资安研究员 那我的工作就是找出这个世界最严重的漏洞以及攻击面 那并且抢在坏人利用他们之前先回报给厂商 那我专精在Web Security 然后以及Application Security 就是应用层安全 那只要是跟应用层有关 无论是Binary或是Web或是跟密码学有关 那都是我的研究范围 那我本身也是蛮多场conference的speaker 例如说在BlackheadDevCon演讲了五次 那HeatCon十次也有一堆杂七杂八的演讲经历 那下面有一些我的研究也得过一些奖项 例如说骇克奥斯卡奖的某个东西的得主 然后有Punk to One的冠军之类的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Outline 那首先我会做一个Introduction 会跟大家讲一些今天会用到的一些观念 那接下来讲我们的研究 然后漏洞 然后最后当然不免俗的要给一些建议之类的 首先Hashtable这个东西 那Hashtable是在电脑科学里面最基础的一个资料结构 那这个资料结构基础到基本上在电脑的一些infrastructure里面 你都会看到它无论是作业系统 城市语言 资料库 甚至web server 都很常会用到Hashtable这个资料结构 那它的用处就是用来存资料的 那Hashtable尤其适合用来存那种key and value的这种资料形式 它可以把它存在记忆体用非常快的效率去 无论是搜寻新增删除它 那我们举个例子是在城市语言上面的例子 那城市语言非常常用到Hashtable这个资料结构 但是你不知道只是因为城市语言把这个Hashtable的结构 包装成一个更high label的结构 例如说在python里面的list directory或者是object之类的 那所以说如果你是城市设计师 基本上你一定有用到Hashtable的这个资料结构 好 那至于说Hashtable它的内部实作是什么 那我相信各位在场应该大部分的大学演算法都没有被当过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一个好学生 所以今天对于Hashtable的一些内部实作 我们就没有太详细地去介绍 那我直接来讲Hash Floating Attack 因为它是我觉得最可以展现一个攻击者如何去abuse 如何去利用一个演算法的经典案例 那Hash Floating Attack它的概念就是把所有的记录 全部放到同一个桶子 同一个bucket上面 那它可以让Hashtable从原本的一个Hashtable的资料结构 变成一个单向的link list 那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说这边在左边有很多攻击者设计过的这个记录 那在Hashtable中间会有一个Hash Function 那这个Hash Function会把你的记录经过处理之后 把它转成一个数字 然后接下来它把这个数字就放入到最右边相对应的这个空的bucket 就是空的槽里面 所以说以第一笔记录来说 它经过Hash Function出来的结果是4 那它理所当然就放到第四个bucket里面 那第二笔结果也是4 那这时候因为4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占据了 所以说它就把它用一个link list把它给串起来 那第三个也是4 那攻击者制造出第四个也是4 第五个也是4 那它可以制造出一大堆的这个记录 让所有的记录都在4的这个index上面 那这时候整个Hash Table 就从一个原本很高效能的资料结构 变成一个单向的link list 所以说Hash Table 你可以让Hash Table的整个资料复杂度 永远落在warscast 那也就是big o的n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新增n比data 那它的资料复杂度就是n的平方 那大家都可以想象n的平方 一定是一个很慢的操作 那这个就是hash floating attack的一个精髓 好 那我们来回到主题 首先微软的iis非常喜欢Hash Table 那我刚才也说就是Hash Table Hash Table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资料结构 那它用在很多地方 那当然说iis作为一个微软 最爱用的一个webserver 那理所当然会用到很多的Hash Table这个结构 那iis用Hash Table来存非常多的东西 例如说你想得到的http header 一些变数 cache或者是设定档 它都用Hash Table来储存 好 那在微软的iis里面 它自己设计了两个Hash Table 那我刚才忘记讲 就是正因为Hash Table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那微软从很早开始就自己去设计 Hash Table的演算法 然后去为了去符合它们软体的一些架构 软体的一些去适应它软体的架构 或是它软体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内容 那这两个Hash Table的演算法的实作 是微软自己设计的 那也是最常在iis中被看到的Hash Table 好 首先第一个叫做TreeHash Table 那这个Hash Table就是 你可以想象在你大学教科书上面看到 最标准的那个SampleCode的Hash Table 就是这个TreeHash Table 然后当它的一些特性是 它碰到假如说有碰撞的时候 它会用LinkedList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方法 来把它给串在一起 那如果它发现这个Hash Table 有在一些不健康的状况 那它会用一个叫Rehash的东西 去把全部东西全部算一次 然后它的Hash Function 就是我刚才讲说 它如何把记录换成一个Index 中间用了这个Hash Function 它用了一个DJBHash跟LCG 那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会详细再深入讨论 那第二个叫做LKRHash 那LKRHash是微软在1997年 设计的一个Hash Table 那它是由三个人 一个是微软研究院的Paul Lyson 跟后面两个是Iis Team的人 那LKR的名字就是这三个人的名字缩写 那微软在1997年的时候 设计出这款Hash Table 然后有趣的是它还有就是把它PATENT化 就是专利化 所以你也可以查到这个东西 在美国的专利 就是微软是有申请专利的 那这个Hash Table它的用意 是用来设计一个可以在 Modi Threading或是Modi Core下面 可以去高承载去高扩展的一个Hash Table 好 那这个Hash Table 为了要去适应 可以适应在微软各个产品的 可以适应在微软的各个产品上 所以这个Hash Table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就是往高度客制化的方法去设计 所以你在使用这个Hash Table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自定义很多跟Hash Table有关的一些function 去客制化这个Hash Table 例如说你要怎么去 你可以自定化你的Hash Function 或是当Collision发生的时候 你的Key要怎么去做比较 或者是你要怎么把Key 从一个记录中给取出来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程式设计师可以自定化的 那这边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你可以发现开发者里面 有两个是IIS Team里面的人 那我猜这也是为什么 在IIS中很常看到这个Hash Table的原因 好 那我们做完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我们的Research 这边是要讲什么 哦 好 好 我们的研究 我看一下小超 好 那因为啦 我刚才讲的那两个Hash Table 微软 那两个Hash Table都是微软自己设计并且实作的 那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都知道微软没有Open Source 那他自己实作了两个演算法 然后又没有Open Source 那我就在想 那这应该会是一个没有人探索过的区块 没有人探索过的领域可以让我们去发现一些有趣的漏洞 所以说我们的一些 我们的研究方向就会往 我们的研究方向就会往 第一个这个Hash Table的实作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会去找 有没有一些记忆体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逻辑的问题 那在逻辑方面 我这边很想highlight一个漏洞 叫做CV20063017 它是一个15年前的一个洞 然后它是有一个叫Steven Acer 那如果有在关注资安权 可以知道这个人就是一个超强的神人 他在以前研究PHP安全 研究到顶之后 他跑去研究IOS安全 然后写了一个Jailbreaker这样子 那这个漏洞非常的有趣是 它出现在PHP的onset function上 那因为它在计算index的时候 有一些type 就是形态上面的问题 所以导致你可以用一个数字的 数字阵列的这个key 去删除任意的元素 那当我看到这个CV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诶 这就是我要找的逻辑洞 那我 对 然后就是我要找的逻辑洞 那当然跟就是演算法复杂度相关的问题 我们也会去看一下 那虽然说这个hashfroading attack 已经是一个20年前以前的问题 那大部分的一些很简单的lowhanding fruits 其实都已经被其他人找光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更专注于在它的一些逻辑实作上 逻辑实作上 好 那这边是第一个我们会看就是implementation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我们会想看这个hash table它的使用上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那就像我刚刚讲过 LKR hash它其实是一个开发者可以高度客制化的一个hash table 那这个开发者你要塞任何一些跟hash有关的function进去都可以 所以当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想说 诶 那这个使用者或是这个应用程式自己塞的这个function 会不会有问题 例如说它塞的function到底好不好 那例如说它的key的比较的这个逻辑到底对不对 或者是说它在选record的时候 它在选记录的时候到底对不对 那有非常多的问题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所以说关于hash table相关的这个使用 也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会深入探讨的一部分 那因为这个hash table在IIS大部分的使用上都跟cache有关 所以说我们也会深入了解它cache的极致 好 那这边是一个IIS的架构图 当有一个request进来的时候 那windows最底层的这个http.sys会首先去handle这个连线 然后并且把它分派到看是要哪一个人要处理它之类的 那这个http.sys会先去看一下这个IIS的service 然后去问它说 你现在有没有人可以去handle我的这个连线进来的connection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中间这个was叫windowsactivation的service 它会先去读一些设定档 那读完之后它就会去launch 去打开一个walker 那这也是如果大家是城市开发者或网管的话 很常看到的一个w3wp打1x1的这个process 那这个process首先会去initialize非常多的一些原件 那接下来它会去load 去把一些就是在设定档里面所定义的那些IIS 预设会加载的一些marger可以load进来 那在预设状况下 IIS会load的非常多的一些marger 例如说跟认证有关啊 跟redirection有关啊 跟cache有关啊 甚至跟记录有关啊 那在这些marger中 其中这四个marger 是IIS所谓的成育的cacheprovider cacheprovider 那它负责 例如说filecachemarger 很直观 就是跟filecache有关的 那tokencachemarger 也很直观 是跟token有关的 讲废话 好 那接下来load完这些marger之后 它就会进入这个request的一个life cycle 那所有的这些marger 可以在这个life cycle里面 去订阅它有兴趣的内容 去handle这个user 发过来的这个request 好 那这个是刚刚讲的 这个request的life cycle 那所有的 刚刚的那些marger 那可以对它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event 去订阅它 那这个request 走到那个event的时候 就会发一个event过去 那那个marger就可以去处理 它相关的一些 它自己的逻辑之类的 那当然就是一个marger 一个marger 一个模组 它也可以去订阅一些 Global的event 全域的event 那例如说在Global event里面 有两个event叫 cache clean up 跟cache operation 那如果一个模组 订阅了这两个Global的event 那它就可以实现 在模组间的一些cache的操作 或是一些cache的传递 所以刚刚讲的 那四个Global的cache provider 都是去订阅这两个event 然后以达到说 它去实现 全域cache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研究 我们的那个hatchtable usage的研究 除了专注于在 这个request life cycle的 这两个cache操作外 那刚刚的这四个 全域的cache provider 其实也是我们的目标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的漏洞 那我们今天会介绍三个漏洞 那等一下会一一介绍 对 好 首先是第一个 IS的hash floating attack 好 那首先爆雷一下 刚刚讲的那两个 微软自己写 自己设计的演算法 自己设计的hash table 其实两个 都有hash floating attacker的存在 那差别在于说 tree hash table 是预设就有了 但是LKR hash是 假如说 开发者 或者是那个application 自己设置了一个 不好的hash function 那这个hash floating attack 才存在 好 但是啊 有漏洞 不代表说 可以打 有漏洞不代表说 可以打 那除了说 我们要找到说 有漏洞 那我们要怎么去访问 就是怎么去access 到这个漏洞 怎么找到这个 entrant point之外 那在实际的利用过程中 也会遇到 非常多的困难 好 那我们找到了 我们找到一个叫 URI cache module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URI cache module 它的用处就是去cache 每个网址的设定档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 读设定档是一件 非常昂贵的操作 所以为了要去 为了要去加快它 那这个URI cache module 就把它给快据起来 那所以说这个URI cache module 是预设就可以访问到的 然后你访问的 你对IIS访问的 每一个网址 都会trigger一次 hash table的 无论是搜寻啊 新增啊 或者是删除 那最重要的是 这个marger 它预设使用的 的那个cache的storage 是用刚刚讲的tree hash table 也就是预设vulnerable的 那个hash table 所以大家想象 一个预设可以访问的tree hash table 就是一个非常好攻击的一个点 好 那这边是一个图表啦 这个图表是我每新增 1000笔data的时候 那我所用的时间 好 那因为 因为 就是 微软没有open source嘛 那为了要做这张表 我们就必须做 蛮大量的 逆向工程 然后我们 就想办法 动态地去把那个dlr 就是刚刚那个marger 里面用到的结构 给逆向出来啊 然后去看怎么接它之类的 那理论上啦 理论上 这个局限是 这个局限就是 当我新增的记录 有collision发生的时候 那蓝色的线 是我新增的记录 没有collision 就是random data的时候 那明眼人应该都可以发现 这两个差距 非常非常的大 差不多就是 我新增 10万笔data的时候 我用到200 几乎250秒 但是如果是一样 10万笔data 然后在 random的状况下 其实根本就不用花 连一秒都不用花到 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我刚才讲 Hatchtable的那个时间复杂度 最 就是它是 Big O的N 那理论上 理论上 它应该是一个 很标准的一个线性 往上的一个状况 但是啊 为什么 这两个地方 会有一个小跳动呢 在差不多 35000笔资料跟 75000笔资料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跳动呢 好 那这个答案是 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一个 叫Rehash 那 在Hatchtable的演算法中 假如说发现 在Hatchtable的实作中 假如说发现说 我的Hatchtable 进入到一个 不健康的状况 例如说 我这个里面 存了太多东西的时候 我会去做一个 叫做Rehash的事情 那理所当然 微软的实作 也有做这件事情 那这边是 部分的 微软在做 刚刚新增资料的 这个Source Code 那你可以发现 它在 新增完之后 它会进入 进入到一个function 叫做Rehashtable If Needed 那 这个东西 就是在判断 我先去看一下 我这个Hatchtable 当前的 记录 有多少笔 那如果这些记录 大于某个 StressHole的话 大于某个 贩值的话 那我就要把 我的这个table 重新 换成一个 更大的table 换成一个 更大的table 那换完table之后 原本的记录 怎么办 那原本的记录 当然就是因为 我的table 变得更大了 那我的数量 也变得更多了 那原本算完的 index一定会变嘛 所以说 我要把我所有的记录 再重新算一次 然后再放进 新的这个table里面 那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一定是一个 非常耗时 非常昂贵的操作 那这也是刚刚 为什么有那个 突然小跳动 就是突然时间 变很多的 那个原因所在 好 那我们 知道说 刚刚那个东西 是 感觉是可以打的 但是要去打之前 还有一些问题 需要解决 例如说 我们要怎么去控制 我们的cache key 我们要怎么去控制 我们的记录 让它可以去做collision 然后第二个是 它的collision的难度 到底是简单 还是容易 好 首先第一个 当你访问一个UIL 例如说 http 冒号 斜线斜线 server 斜线 Fulbar的时候 那其实 其实 这个module会算出 一笔cache key 那这个cache key 就是长得像是 下面这个样子 你唯一可以控制的 就是 就是这个cache key 的最尾巴的部分 那这个尾巴的部分 就 你的 网址的pass 就是路径的部分 会反射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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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为吧 其实 所以说你可以部分 部分的去操控 这个cache key 好 那 第二点 它的hash function 到底是不是 collidable的 是不是好碰撞的 好 那这个是 tree hash table 它的hash function 那你可以看到 它把 一个cache key 的每一个byte 加起来乘上101 加起来乘上101 好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操作 那 这个hash function 其实是 一个叫做 抱歉 破梗了 好 所以说这个hash function 是不是一个 好hash function呢 那 答案其实 是不是 那 这个研究在 那个 28c3 就是 德国的ccc 上面 其实已经有人说 这个hash function 不是一个好的hash function 那 他们也有提出 一个好的方法 去攻击它 那 这个hash function 其实是一个 djbhash的变种 那 djb 这边看的 那个djbx33a 那个djb 其实是一个 人的名字 那 这个人 其实也是今天 最后 一场 译程 应该是今天 最后一场 译程的 某个密码学家 的 名字 这样子 它是在 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设计出这个hash function 这样子 他应该没有在听 这一场吧 对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hash function 已经被 证实 是 可以很简单地 做到collision的 那 这个collision的做法 是用一个叫做 equivalent substring的做法 那 这个做法是 假如说 你有 两 你找到两个 它的hash function 是一样的 例如说在这边是 ps 跟q2 那 无论你对这两个 字串的前面加什么 或者是后面加什么 那 新出来的这个结果 它的hash 一定也会是一样的 例如说 ps 你在ps 跟q2 后面都加a 那 ps a 跟q2 a 它们的hash 一定也会是一样的 所以在知道 这个特性之后 你在知道 这个特性之后 如果你有两个 你已经知道 hash 一样的字串的话 你可以组合出 无限组 无限多种可能 例如说 psps 跟psq2 q2ps 跟q2q2 这四个 它们的hash 也会是一样的 那这个叫做 equivalent substring的 一个做法 那最早是在 2813上面的 刚刚那两个人 提出来的 所以说 在知道这个特性之后 我们要去攻击它 就变得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找到 几组 几组 它的hash 是一样的东西 那接下来 我们就对它 做排列组合 那排列组合完之后 接下来 这边所有的 这个URL 它们的hash 都会是一样的 它们都会碰撞 它们都会在 同一个 8K里面 形成一个link list 好 这看起来 很棒 但是 这个攻击 有一个 非常严重的 缺点 这个缺点就是 太慢了 我刚刚说 我们刚才说 要到那个 就是rehash的那个部分 至少要到3万5 最少要到3万5 才可以看到一个 显得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的幅度加成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URL 每一个访问 每一个http的assus 只能新增一笔资料 那我们要在 每个访问 只能新增一笔资料 这个太慢了 然后更夸张的是 IS为了防止你 去做这个 hash floating attack 它其实设置了 一个scarvenger 那这个scarvenger的 中文叫做 清道夫 那它的作用就是 每30秒 会去把一些 平常没有人访问的 record给删掉 所以说 我要在30秒内 我要在它删掉之前 抵达我的低标 3万5千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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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达到这样子的攻击 其实非常的 不walk 非常的慢 好 所以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 这两个缺陷 都让我们的 这个攻击 变得没有 那么的practical 所以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 更深层地去看一下 它的实作 好 我们在看实作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啊 在IIS的这个 新增记录的实作中 假如说 它看到你的key 是有斜线 在中间的 它会把它当 它会把每一个斜线 都当成一笔 新的记录 会把每一个斜线 都当成一笔 新的记录 我这样讲 可能很难理解 那你可以看这个例子 本来我们以为 这个URL 它只会做一次search search就是为了去防止 有重复的记录 那如果没有 重复的记录 就去做insert 我们本来以为 只会有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 IIS的实作 它会把所有的 止目录 都当成一笔 新的结果 都当成一笔 新的结果 那更夸张的是 它在这个 新的结果的时候 它padding的这个记录 会是一个 Nual Record 那我刚才讲的 清道夫其实对这个 Nual Record 是非常友善的 它不会一次删掉全部 而是慢慢地删它 所以说 但是 所以说 这个东西看起来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棒的突破点 那我们剩下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用 刚刚想到的那个 我们刚刚的那个 equivalent substring的 这个手法 去创造出一个等式 让这边所有的pads 都是可以collision的 因为这边的状况 跟刚刚一开始的状况 又不太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让 怎么用我们刚刚学到的 那个equivalent substring的 这个手法 去让这边所有的等式 都相等 那这可能有点难 但是 如果你让所有的结果 都为零的话 那这个等式就会相等 因为零 乘上零还是零啊 那零 乘上零之后再加零 也还是零 所以说我们这边只要 去先算出一些 0 hash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 符合这个等式了 好 所以说我们把刚刚的 这个exploit 做一点小改变 小改变 我们可以把我们原本的 这个攻击的这个倍率 至少提升十倍以上 只要做一个小改变 就可以提升十倍以上 好 那这个漏洞因为影响了 预设的Windows Server 那也拿到了一笔 不少的奖金 那这个漏洞的结果就是 差不多每秒30个request 可以让一个 8Core 32GB的NIS 永远没有办法再被 其他人访问 那你会想每秒30个 其实这不是一个 夸张的数字 因为你想现在的 现在的web server 其实可以同时handle 几千个request 所以一秒30个 其实算是非常的轻松的 好 我们有demo时间吗 看一下 现在过了36分钟 好 我觉得我们没有demo时间 那这边有网址啦 那大家之后可以看 投影片上面的网址 那去看demo 好 那我们来讲 第二个漏洞是 IIS的cash poisoning attack 好 那在IIS中 有cache的功能 去cache HTTP的response 那最常想象的就是 static files的response 例如说图片啊 CSS啊 或JavaScript 那这些东西是透过 kernel那边去做cache的 那另外有一个是 dynamic的response 就例如说 我一些动态网页产生的资料 如果我也想要cache 怎么办 那这边提供 就是这边提供了一个 IIS提供了一个模组 叫做HTTP Cache Module 可以让你去做到这件事情 那做到这件事情 有什么好处 例如说 你就会 对于一些不常变动的资料 例如说 online shop里面的一些 产品资讯啊 或者是一些公告资讯啊 那你就可以把它给cache起来 那接下来你的每次访问 就不会去 assess到资料库 或者是 档案系统之类的 那这个cache 它是用LKR Hatch 去实作的 好 那怎么去设定它呢 在IIS的设定档中 里面有一个叫 output caching的这个东西 那它就可以去设定 刚刚讲的这个行为 我这边做了一个小设定 那这个设定是 我对所有副档名是 ASPX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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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HTTP访问 然后我去cache 它的ID 的这个 的这个 这个参数 好 那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说 刚刚讲的这个cache module 它对于 网址的这个 cache stream的这个 parser 其实是有问题的 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它有 如果它有问题的话 如果它的 如果它的行为 跟IIS对这个 cache stream parser的行为 不一样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 IIS 去cache住 错误的结果 去cache住 错误的结果 所以说 以这个结论来说的话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 HTTP的参数 污染 就可以去达成 这件事情了 那我刚才讲说 output caching 就是它这个模组 它在看到 chore stream的时候 假如说 它遇到两个 一样的key 那它会去取 它只会取 第一个 把它当成 它的cache key 但是如果 后端的IIS 在看到两个 一样的key的时候 它就会把它给 组合在一起 那这个行为的不一致 会造成IIS cache到 错误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 这边有一个 很简单的 sbx的page 它会去把你的名字 从ID里面拿出来 并且给印出来 这时候 攻击者可以用 上面的这个UIL ID等于orange 或是ID and the ID等于 and you got poisoned 好 那这时候这个模组 只会把 orange当成cache key 然后并且 快取 并且cache 这个页面的结果 但是 isb.net 看到如果有两个 一样的话 它就把它给 穿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结果是 一个使用者 他在访问 原本的页面的时候 他就会拿到 他就会拿到 错误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 iis的cache poisoning 的attack 好 最后一个是 iis的authentication bypass 那么回到我们 一开始的开场 对于这个 你一定要有这个密码 才能登录 这个很 很 很 很敏感 很机密的区域 那在iis的设计下 这边几乎所有的密码 都可以成功登录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这边大家应该会有 很多问题啦 例如说在想说 诶 这个lookhouse是什么 以及 我怎么算出那一堆密码 或者是你在想 这一定是什么hcs 那一定要在 很特殊的状况下 才会去受影响 你心中应该会有 非常多的问题 好 那这个问题的原因 在于说 在windows里面 登录操作 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操作 那为了加快这个过程 那iis就想说 诶 诶 那我们就把登录的结果 catch起来 那下一次 有一样的使用者 登录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用 我就可以拿catch的东西 我就不用再做 登录一次了 所以iis 预设会把 windows的security token 就是登录成功的结果 给catch起来 好 那他 但是在他catch之后 一定不可能 不可能永远catch出嘛 所以他有设置 也是有设置一个倾道 扶他15分钟 会把这个结果 给清理一次 那这个catch 他的 他的 10分钟 好 然后这个catch 他的实作 是用刚才讲的 LKR hash 来做实作 那我们有讲到 LKR cache 它是可以让 应用程式 去自己设置 他的一些 跟hash table 有关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 中间那四个 都是 这个tokencatch module 自己设置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方式 好 那我们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tokencatch module 它怎么去算hash的 那它算hash的方法 是把 使用 你登录的 使用者名称 用djb算出来之后 然后还有 还有你的密码 用djb算出来之后 把两个东西 xor出来 变成一个hash 那这个是tokencatch module 它算hash的方式 至于说 假如说 当 碰撞发生的时候 那tokencatch module 要把资料取出来嘛 那它怎么知道 取出来的东西 到底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不对的 所以 它接下来的这个 它接下来实作的这个 就是 Acroquies的这个方式 它要去比较说 当碰撞发生的时候 我到底要取哪一笔资料出来 那它比较的方法是 先把两笔记录的这个 log 就是logon method 去做比较 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去比较 这两笔记录的 使用者名称 那如果使用者名称 也一样的话 它再比较一次 使用者名称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 它要比较 两次使用者名称 那 我猜啦 IIS原本的用意 它下面那一行 是要比较密码啦 但是开发者在 复制程式码的时候 忘记把变数名称改掉 所以说 就是一个经典的错误 那错误的原因在于说 我在算hash的时候 我同时有 使用者名称 跟密码 两个下去算 但是我在比较的时候 我只有比较 使用者名称 所以这造成一个问题是 你可以用随机的密码 去使用到别人的 登录的这个 登录结果 可以使用到别人的 登录结果 那当然说还有一些前提啦 例如说 因为 我刚才讲的那个hash 它是一个 32bit的integrate 所以说 你的每一次的 这个随机密码的成功率 只有42亿分之一 那另外一个限制是 因为 你要去使用到 别人的登录结果嘛 所以说 你要去 撞之前 那个hash table中 一定要有一个 已经存在的 登录结果 那我刚才又说 因为它每15分钟 会三一四嘛 所以说 你一定要在 别人成功登录的 15分钟之后 一直撞一直撞 然后还要撞 那个42亿分之一的机会 那这两个东西 其实看起来 都是非常的 难用 所以说 为此我们想了一些方法 去增进 去让这个攻击 变得更好用 那我们想了 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 我们想办法 去增加碰撞的成功率 那第二个是 一个漏洞 还需要使用者互动 是非常 非常丢脸的 所以说 我们要找 我们要找出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利用 不需要使用者互动 我们要重新 夺回主控权 然后第三个是 这15分钟的tiny meter 其实是一个非常 讨厌的限制 那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 除了不需要使用者 限制之外 我们还可以 让它的cache 让它的登录结果 永远的cache 在记忆体中 所以我们就 没有了这个15分钟的限制 好 首先是我们 如何增加成功率 那我刚才要讲说 就是 因为那个hache 是一个32bit的integer 那这个integer 有42亿总可能 那这个数字 是非常 非常强人所难的 强人所难的 好 那我们发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优化方式是 我刚才讲 那个lkrhache 为了要让这个hache的结果 更加的乱 所以它在hache hache结果算出来之后 用了一个lcg 去把这个结果 打得更乱 那也正是因为 这个lcg 可以让我们 增加我们的 碰撞成功率 那原因是 这个lcg在 32bit的integer下 其实不是 一对一mayping的 所以说 一定会有一些结果 一定会有一些结果 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 先制作一个字典档 我们把那些 永远不会出现的结果 给排除掉 那这样子 我们经过实际算之后 我们发现 至少有13%的结果 是不会出现 所以说我们 至少可以增加13% 我们可以减少13%的 key space 然后增加13%的 碰撞成功几率 那这是第一个 增加成功率的部分 好 那第二个是 获得主控权 那我们发现 iis有一个预设的功能 叫做connect us 那这个很常被用在一些 virtual hosting 或share hosting的状况下 因为他需要让他的每一个顾客 都运行在独立的iis process里面 所以他会为每一个他的顾客 设置一个独立的账号密码 然后让iis去做登录 那在这个设定下 iis会自动用厂商所设定的 那个账号密码 在开启process的时候 就自动登录了 所以透过这个特性 那我们其实基本上 不用再等一个使用者 登录成功 我们才可以做攻击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他那个顾客登录的时候 iis会自动登录 那个顾客的账号密码 那我们可以直接去撞哪一组 撞哪一组登录结果 那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就不需要使用者互动 那最后一个 然后我们有做一个测试 我们有做一个测试 那Windows在预设状况下 一秒差不多可以handle 1800个登录 1800个登录的操作 那你也想就是 每一次登录 其实对攻击者来说 没有什么花费 我就会一直try 所以说你跑 1秒1800 你跑个一天的话 那这个成功率差不多是4.2% 4.2%差不多已经比你 手游抽卡的那个SSR的几率还高了 那当然说你也可以跑得更久 例如说你跑5天成功率会到20 跑12天成功率会到50 你跑24天的话成功率基本上是100% 好那我们也成功在我们的Lab Reproduce出来 我们差不多跑了5天就撞到出一组密码 可以去登录我们原本设置的一个非常长密码的东西 好最后一个 我们怎么去defit打败那个time window 那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在现今这种大型的软体设计架构下 应该会有一些design pattern 那个pattern是 因为软体很复杂嘛 所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service 去定期的检查每一个service的健康 健康度跟存活状况 或者是有一个背景的 ChromeTag ChromeDrop 然后它会定期的去戳一些内部的API 那我们想象的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那些health check 健康度检查 以及那些ChromeDrop 它在戳一些内部API的时候 它会带着一个账号密码 而且它每一次ChromeTag中间的间隔 小于15分钟的话 那不就代表说所有的 所有的 就是不就代表说这个token 结果会永远的被cache在记忆体中吗 因为小于15分钟 然后它自己在戳的时候 又会带一组账号密码 那你们可能会想说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理想了 真的有实际上的设计 会是这个样子吗 有的 那我们再一次来讲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在Exchange Server里面 有一个服务叫做 Active Monitoring的一个service 那它是一个预设开启的服务 那它的作用就是去 检查所有service的健康度 那它会去用一组账号密码 去戳OWA跟Active Sync 用一组账号密码 然后每十分钟戳一次 那这边的所有的条件都完美符合我刚刚讲的 永远会把结果存在记忆体中的条件 所以说我们可以对Active Sync的这个东西去做尝试 让我们尝试到一组密码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组密码登录它的OWA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看OWA的这个信箱的mailbox 那这个还蛮适合用在一些后渗透的场景 例如说你在没有账号密码的状况下 你可以登录这个信箱去做fishing 或者是去串一些需要认证的RCE 把一个post-auth的RCE变成一个pre-auth的RCE 好 我时间差不多到了 那这边也是我的最后的Cache 好 那最后就是medication的部分啦 好 那对于Hashtable的设计 那其实这个就建议用 就是用一些sudo-random的function 例如说SIP-hash跟highway-hash 那顺道一提这个SIP-hash 也是DJP提出的这样子 好 那至于说跟cache的设计啦 那我今天讲的所有问题 其实都还是跟不一致性有关 无论是cache poisoning 或是authentication的bypass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一下一致性 那最后是hash-floating attack 因为它是一个by-design的一个攻击 那历史上出过非常多的一些medication 例如说限制input的size 或者是我在算hash的时候 我就引入一个random的seed去让它更乱 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破解方法的 所以我只能说你只能多了解一些 以往的历史攻击去防止它 那当然还有一些future rock啦 例如说我自己想了一些更好玩的东西 在去年Breadhead有一个手法 叫做timeless timing attacker 可不可以利用它去做一些更进阶的东西 让我们刚刚的成功率更高呢 那因为我很懒啦 如果你对这边的题目有兴趣的话 欢迎把它挑过去做这样子 好那这是我演讲的尾声 那感谢大家今天在这边 谢谢大家 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现场开放一个问题 有没有想问的 我线上有看到问题 不过现场有可以先 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让给线上的哦 那我可以直接看 好 有一个人问啦 就是怎么得到Microsoft的hash function的code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透过逆向工程得来的 但是 微卵有 立刻插P的source code 这个网路上在GitHub上面都可以找到 也有参考那部分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是 找到漏洞之后 微卵有给奖金吗 有hash frauding attack 有三万美金的奖金 那奖金会是做这一图的诱因吗 那我自己不是 我自己主要还是 依有兴趣以及高影响力为主 那这个问题我相信你等一下也可以问 最后一场的那个类似 他在讲bug bounty 你也可以问他这样子 好时间差不多 那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再次感谢Orenh带来迎讲 谢谢大家